男人剪破烂石意外发现一根诡异的手指 他钻在手里仔细把玩 越看越像一个烟透了的泡椒鸡爪 失业多年的泰迪正愁晚上没饭吃 于是就把鸡爪带回家准备当下韭菜 结果一不小心把酒水打烂 这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鸡爪子竟一点一点把桌子上的酒全部吸收了 想着料酒烟入味了一定会更香 所以泰迪并没有着急吃掉 而是小心翼翼的把这性感的鲜鲜玉纸装进盒子里放在冰箱冷藏 可没想到第二天一起床正准备拿出来品尝 却发现鸡爪竟凭空消失了 正当泰迪感到奇怪时 突然看到地上躺着一个可爱的小家伙 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鸡爪居然自己跑到地板上晒起了太阳 只是一晚上的时间他就多长出了一根手指 泰迪强忍着口水伸手触摸 小鸡爪居然还会有所回忆 这温柔的触感让单身80年的泰迪十分确定 生了个大胆的想法将它养了起来 在泰迪的惊心中